人音有本無手句 素音有根不動搖 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是週末 也祝大家週末愉快 因為228是開始就三天連假了 那請注意 因為我們的節目時段它有調整 洪老師的節目時段 將會調整到每天上午10點鐘 也請我們的舊與新資 持續的收看我們洪老師的節目 那台北股票市場的目前盤中 下跌了130點 跌了大概130點左右 那今天的下跌 其實它已經回補掉了 之前的那個跳空缺口了 也就是說目前整體的格局上面 它的支撐必須要再往下移一點點 但是請你注意一件事情 目前扣底值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下個禮拜開始 它就會扣底這個位置了對不對 所以我的均線它會維持一個上揚的走勢 那我如果均線上揚的時候 請你要注意下面這個指標 下面那個指標就是所謂的BIOS指標 那每一次BIOS來到-3以下 就算它不是絕對的低點 它也是一個相對低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下跌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說 因為明天我們休假 可是全世界的股市還是有開盤對不對 那再加上說現在好像看到美股重挫 然後歐洲的狀況好像不是太好 所以導致說現在有一些調節性的賣壓 在今天一次把它湧出來 但是買盤的部分 它現在還沒有大力的去做承接的情況下 當然今天的跌幅看起來會比較恐慌 但是操作上面你還是要回歸於未來的方向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 因為你如果只看著今天 你會錯失掉整個疫情結束之後的一個行情 首先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個外資 它對於整個中國未來經濟面的看法 因為我們大家最知道的是 這也是武漢肺炎的影響對不對 影響到整體的中國的經濟面的狀況 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小摩他今天提出一份報告 他講說今年中國的第一劑的GDP 將跌到4% 將跌4%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劑開始 他準備要強勢反彈15%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武漢肺炎 它是一個短期的事件的影響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 它是一個短期 但是它會很快速的影響的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它如果結束之後 股市自然會回歸一個正常的走勢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很多市場的利空在做打壓 但是你要Focus的焦點已經不是現在了 因為下個禮拜就已經是三月了 三月就已經是第一劑最後的一個月了 就已經快要結束了 第一劑結束之後重點來自於第二劑 第一劑大家Focus的焦點在哪裡 焦點在於說武漢肺炎影響到很多的公司 它復工它會有難度對不對 所以大家害怕說全世界可能會產生一個斷鏈的危機 但是今天你要Focus在另外一則新聞非常重要 也就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呢 鴻海在3月3號的時候 將會舉行一個線上的法說會 而且有董作劉揚偉親自上陣 來跟大家說明 來跟大家說明說未來鴻海的營運狀況 那市場上面包括外資的分析師 這些市場上面很多的專家都一定會提問 提問到一個重點就是這個東西 復工的境況到底如何 如果今天復工的狀況是好的 我告訴你台北股票市場就會見底開始反彈 如果復工的狀況是不好的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整個鴻海它的股價 早就已經做過的修正了嘛 它已經做過修正了 那居然最差的情況都已經先做預期了 那只要它在符合大家所預期之內 其實狀況也不會太糟糕 重點是未來Focus 如果說它的復工的情況 比原本預期的還要好一些些 還要好一些些 那整個股市就會開始見到一個底部的 翻轉一個訊號 那很重要的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Focus在鴻海 因為鴻海這家公司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組裝代工廠 其實有很多的電子零組件 他們已經紛紛在做復工了啦 那因為鴻海它是能力需求最高的 光鄭州廠 鄭州廠可能就要幾十萬人了 那這麼多的員工 它的人力需求這麼高的情況下 如果它的人力沒有辦法招募完成 它的復工不順 就會導致說它的生產的東西出不來 那鴻海是在整個供應鏈當中 是屬於最哪裡 它是屬於最下節的部分 那如果鴻海它的貨出不出去 那拍謝你上游的需求再好都沒有用 包括連台積電都一樣 你台積電的晶圓你生產不出來 結果你沒有辦法 鴻海那邊沒有辦法組裝 當然台積電的營收再好都沒有用 都會受到影響 可是如果今天鴻海的狀況 它是符合市場預期 甚至優於市場預期 代表說它整體的出貨的順暢度是高的 那很好喔 那未來整個上中下游的供應鏈 就整個一條龍都順了 所以鴻海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鴻海的法說會 3月3號那天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焦點 那我們再來回想一下 鴻海為什麼敢開法說會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啦 如果他今天復工的狀況是不好的 那他會讓董作親自來開個法說會 來跟大家做說明說 鴻海復工狀況是非常差的嗎 所以我們再去想一下 今天鴻海他敢去做這個法說會 敢開這個法說會 一定有他的目的存在嘛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如果今年第三月 三月份開始他要公佈什麼 下個禮拜開始 三月份他要公佈 二月份的營收了對不對 二月份營收公佈出來 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因為復工不順的關係 所以二月份營收出來 本來就不會太好看 本來就不會太好看 但是幸運的地方是 二月去年的二月 他是年假 他是過新年的一個時期 所以導致說其實 今年二月份本來要開工的時期 往後對不對 他往後了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 剛好跟去年的過年休假的時間 他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看到的營收數字 他會是衰退 可是衰退的幅度 可能不會大家 大家所想像的那麼誇張 當我的二月份營收公佈完了 再加上三月份 整個鴻海開始告訴你說 他們的復工狀況 已經開始恢復到一個 正常水準的時候 那當然整個上中下游的供應鏈 都順了 那就會回歸到 小摩他跟你講的 中國今年第一季的GDP 它跌的4% 但是第二季開始 它會強彈15% 所以現在法輪focus的焦點 已經不是在第一季的狀況囉 已經是在第二季 中國還會出現一個 強彈的一個走勢 這是小摩跟大家講的 那目前為止 台北股票市場 你要留意資金的動向 我常講說資金的流向 它會決定未來行情的方向 在哪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外資 光這一兩個月以來 從一月份到二月份的 這段期間 總共賣超了多少錢 它總共在台北股票市場 提款了1400億的錢 它總共賣掉1400億 價值1400億的股票 那問題是 我不是看它賣了多少的問題 我不是看它 今天外資賣多少又多少 甚至昨天有沒有 昨天外資一樣 它大賣了332億 可是重點是 假設如果今天外資賣1億 台北股票市場要跌一點的話 那正常來說 台北股票市場昨天 它應該要跌300多點 可是指數的部分 它只有下跌107點 那這些資金正常來講 外資賣了那麼多的股票 台北股票市場應該要大跌特跌 可是昨天它已經先手穩 在100多點了 只跌100多點了 那如果今天外資還在賣 還是一樣賣那麼多錢的話 那還是一樣 今天還是只有跌100多點的話 那錢被誰接走 那這些籌碼被誰接走 這個就是你要去思考的一個點 那賞戶不可能在這個地方 去買股票的 他們一定都是很害怕的 那接手的人是誰 很簡單嘛 你看一下戶盤的資金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戶盤的資金 現在已經連續的在做買超 這個叫八大行庫 也就是我們台北股票市場裡面 政府動態護盤的基金 那目前八大行庫 它已經連五買了 連續五天都站在買方 而且昨天它買超的量 是創下六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現在八大行庫的錢 已經在逢低的去做承接 它一直不斷的去買超 一直不斷的去買超 它要擋住的是 整個外資它賣超的一個金額 那擋住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今天把它擋住了 外資它發現說 它怎麼賣都賣不下去 它整個想法就會開始出現改變 而且第二個焦點 我們講的是 這個部分是內資對不對 那你今天外資賣出去了 正常來說 它如果賣了一千多億的資金 它要匯出去 它一定要匯出去嘛 如果它今天把錢匯出去了 那未來要回來的時間就會拉長 它一定會拉長對不對 因為你外匯要進來的時間 就會比較久嘛 你還要經過外匯的這一道關卡 可是你要觀察一下新台幣的動向 從外資開始大賣開始 正常來說 新台幣應該要大幅的貶值對不對 甚至它創下新低都不是一件 很特別的事情 可是這兩天 外資雖然大賣超台股 可是這兩天新台幣的動向是怎樣 它是轉為升值的耶 它是開始升值耶 這就妙啦 外資不是昨天才賣了三百多億嗎 它賣的這些錢 正常來講它如果匯出去的話 它應該要造成整個台北的匯市 新台幣的匯市出現一個大貶值的狀況 可是有沒有發生 目前為止你看喔 還沒有發生喔 新台幣的部分 它還是呈現一個升值的走勢喔 那就代表其實你現在看到外資他在賣股票 他賣了一千多億 他賣了一千多億 可是他賣的股票 其實他的錢都還是留在台灣 他並沒有把它移開啊 這才是一個重點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看到外資在賣股票 真的外資就給他賣嘛 那你今天賣的股票 你是不是手上的錢就變很多了 你現在手上的錢變很多 那未來一旦央行請你去喝咖啡的時候 說你現在手上的資金太多 如果你今天不買股票 請你把它匯出去 如果央行未來對外資 提出這樣的要求的時候 那他手上那些錢 是不是又要回到台北股票市場裡面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的利空訊息 很多的市場上面調節的資金 這個都是屬於短期的 因為就長期的角度來看 人家並沒有離開啊 他並沒有閃喔 他沒有閃喔 如果他今天有閃的話 整個外匯市場新台幣的走勢 應該要呈現一個大便值 甚至扁到32塊 都不覺得誇張 可是呢 他今天的錢他還是留在台灣 所以呢 新台幣的走勢他是穩定的 那新台幣的走勢是穩定的 就代表說未來有一些能量 他正在累積當中 他如果累積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一旦開始展開報復性的反彈的時候 那個行情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你要focus的焦點 還是在第二季開始 會有哪一些的族群 或是未來市場上面的主流方向 這個你要特別的特別的去留意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心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在10點在台股直播室 為大家做解盤 那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的焦點 重點還是在於 整個發展的趨勢的方向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強調 其實全世界不管疫情的影響 有一樣產業 它是一定不會停止下來的 它一定不會停下來的 那個產業就叫做5G 5G是現在全世界 包括中國 美國 韓國 全世界的科技大國 都一定要focus的一個方向 就算你今天有武漢肺炎的影響 中國方面一樣 它一樣持續的在建置 它的5G基地台 因為它說它絕對不能落後 你一旦在這個方向 在這個5G的建設上面落後之後 你落後的不是只有網通 不是只有網路速度而已 你落後的叫哪裡 叫未來的車用 車用電子的部分 車聯網 自駕車 甚至未來萬物聯網的物聯網的部分 你都會喪失掉 因為你的基礎的建設落後人家 所以你的測試方面 一定會落後人家 你的研發的速度 一定會比別人慢 所以當你的5G的建設 建設不好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會全盤皆輸 那就是整個大方向 整個趨勢方面 都變成別人的 那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在今年第三季開始 包括中華電信 台灣大個大 遠傳都準備要開通5G的一個訊號了 所以5G絕對是今年Focus的焦點 一定要Focus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說 最近入股不是受到 武漢肺炎的影響嗎 但是入股呢 其實它已經緩步的在 已經完成一個底部的形態 甚至已經回到月線之上了 那有一些個股就是你要去Focus的焦點 包括在中國大陸掛牌 我說這個護士店有沒有 連續兩天亮燈漲停板有沒有 它在中國掛牌的護士店 它是做什麼的 它是GD台最重要的PCB設備的製造商 而且它供貨給誰 供貨給這個叫做中心通訊 所以中心通訊在入股 這一個月以來的漲幅 這一個月漲幅高達50% 一個月漲50% 100萬進去你現在是成長了 多賺了50萬 所以現在中國 中國方面他們並沒有 停下來5G建設的腳步 那包括很多的網通 基地台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還在陸續的出貨 他們都持續在出貨當中 所以整個5G基地台的設備 是今年上半年你要Focus的焦點 對不對 那整個5G基地台當中 不只只有5G的基地台 裡面還會延伸到哪裡 延伸到網通設備 延伸到高速運算的這一塊 那台灣在這一塊裡面是專家 我們台灣在這一塊的電子設備 電子零組件裡面我們是專家 因為有很多高階的製程 都必須用到台灣的相關的產品 包括裡面很重要的銅箔基板的部分 對不對 還有很重要的PCB 甚至晶圓的部分 都必須使用台灣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說台股很弱勢 那是因為短線上面 遇到一些利空的訊息影響 遇到信心不足的影響 可是就長期趨勢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競爭力真的非常的強 尤其是這一次防疫做得太好了 所以有很多的訂單 會慢慢的從中國大陸 從韓國轉到台灣裡面來 其實如果你因為我們家裡 自己本身有經營一些小工廠 所以我們是接一些電子零組件的代工 最近其實也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有一些中國的廠商 原本在中國有設廠的那些廠商 其實也有在找我們巡價了 已經開始在找我們做下單的動作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開工不順 那貨還是要出 貨還是要出他要來找產能 所以台灣就因為防疫的關係 做得很好 所以有一些轉單的效應正在發生 這件事情在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過 也曾經出現過 這一次又來了 而且比上一次轉單的效應 還要來得更大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台股真的沒有未來 只是你有沒有發現到而已 包括我剛剛跟大家談的 包括在基地台的部分 在網通設備的部分 在高速運算的部分 裡面要使用到很多很多大量的PCB 對不對 而且這次的PCB的規格 包括軟板的部分的規格 都比過去4G還要提升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6213的連貌有沒有 他今天其實是在創新高的 他是在創新高 他也是做銅箔基板 最重要的一間廠商 6274的台耀 他雖然今天是下跌的 可是他還是一樣 維持在月線附近做整理 表現名就是強於大盤 他就是強於大盤 那為什麼他們能夠強於大盤呢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說 現在5G的整個網通設備 包括基地台裡面 他要使用到銅箔基板的數量 跟他的規格 都做得很大幅度的提升 那全世界呢 只有美國 日本跟台灣 有這樣的技術 跟這樣的能力 還有產能能夠做支援 那美國的產品 當然中國大陸 可能現在不太用了 但是呢 台灣的產品不一樣啊 他會用嘛 所以呢 將規格提升之後 整個價格ASP的往上去做上調 今年的獲利 當然是值得期待的啊 他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所以你看到說台藥的部分喔 最近外資才開始賣超對不對 小賣一點點 可是呢 過去這段時間 你看他買了多少 買了多少 這一個月以來 外資不斷的去賣超台股喔 可是呢 他對於這檔股票 他並沒有放棄喔 他並沒有放棄喔 最主要原因在哪邊 我講的嘛 因為5G基地台的關係 包括未來高速運算裡面 會用到很多的server 這個server裡面 也會用到很多的 高階的銅箔機板 所以這些高階的銅箔機板 未來將會怎樣 水漲而船高啊 這就是未來的focus的焦點啊 所以5G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像這個晶圓代工有沒有 台積電的部分 他預估今年代工產值會成長17% 台積電因為5G的關係 7nm 5nm的先進製程需求很強 所以今年他的營運會優於預期嘛 那他focus的焦點在哪裡 剛剛講的啊 兩個字而已嘛 5G啊 所以今天5G真的非常的重要 當你的5G呢 還是持續蓬勃發展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電子產業 未來啊整體的狀況都是非常樂觀的 尤其是在我剛剛講的 在高速運算 在基地台 甚至在什麼 在整個 在整個那個網通設備的部分 都是一樣 他們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成長的空間 那這個是一開始上游的部分 我剛剛講的 你5G的建設一定要先做 當你5G的建設做好之後 他會一直往下游來去做延伸 那你5G的建設如果做不好 那你下游你根本就不用玩了 那下游包括了誰 包括了汽車電子的部分 包括了未來5G的換機槽的一個部分 都是一樣嘛 所以中國大 為什麼中美貿易大戰啊 美國會focus在哪裡 focus在華為 他就是在咬住華為 你的技術能力不能比美國強 所以現在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就是在5G 連在打政治的貿易戰的時候 也是focus在5G上面去咬啊 所以你如果說放掉這次5G的商機 你就真的錯失掉一個人 台股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那包括說現在5G裡面的話 未來整個手機裡面都會換 他會換什麼 換天線 這個天線呢 原本過去啊 過去那個天線 因為傳輸量的關係 4G的傳輸 跟5G的傳輸不一樣嘛 天線的材料 天線整個使用數量 都會大幅地去做提升 那當我的天線 開始做一個改變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帶動一些 新的需求爆發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像8039的台虹有沒有 8039的台虹也是一樣啊 它未來如果說 它可以切入到天線材料 這塊市場 以前沒有 那未來會很多 那當然就是對它而言啊 就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可是你要注意喔 短線上面 因為我的BIOS指標 你看一下BIOS指標的部分喔 BIOS指標 它已經來到前高了 它已經來到新高的部分喔 所以短線上面 它會先做一下壓回喔 強勢股你要買 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包括6269的台虹啊 今天雖然是拉回了 可是呢 它一樣喔 在月線附近做整理喔 強勢股落後的補跌 強勢股落後的補跌 那你看喔 台虹的部分 它過去啊 就已經是iPhone 最主要的天線廠商了 那因為有一段時間呢 它喪失掉了一個 iPhone的一些單子 可是呢未來啊 如果說整個 整個蘋果 它要開始使用 5G的一些天線的部分 它是有機會再切回去的喔 那因為現在蘋果的天線 5G的部分 還是在日本 還是跟日本採用它的料啦 在日本春田製作所幫它做的嘛 但是呢 只要台郡能夠通過認證 我認為 整個營收獲利 是非常有機會 從股底開始做反彈喔 那你從它整體的本益比來看的話 其實它也不貴 去年EPS賺了多少錢 賺了10塊錢 那目前股價在哪裡 在112塊錢左右 在112塊錢左右 所以本益比超級低的啊 真的很低啊 這個跟當時啊 我跟大家講的那個誰 跟大家講說環球晶一樣嘛 因為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環球晶有沒有 它前三季的EPS 124.67元 本益比連15倍都不到嘛 所以它是相當便宜的價位 還記得嗎 所以那時候環球晶 6488的環球晶有沒有 從363塊這個位置點上面 12月10號12月嘛 12月10號這個位置點上面 一路的大漲到哪裡 大漲到465塊 大漲到465塊 我說因為它現在的股價 已經回到一個合理的本益比區間了 所以我們暫時把它放掉了 我現在也不再做矽晶圓的部分 因為我focus的焦點會改向哪裡 改向一些電子零組件的部分 所以呢 當時如果你在那個低檔的位置點上面 在它本益比很低的位置點上面 去年很爛 今年又有大成長機會 那個位置點上面 你去做布局的話 那你就看到了 它未來的漲勢是怎麼樣 它未來是這樣去上漲的嘛 所以你覺得很恐慌的時候 往往是一些個股很好的機會 因為啊 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啊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 那因為呢 我們的節目時間真的很短 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有很多的內容啊 比如像說對於未來產業的觀點啊 甚至說技術上面的一些講解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節目上面 一一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呢我建議你 加入我們的風行操盤式的Line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小老鼠BYR255EV 跟上我們風行操盤式的家族 時間關係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我們下週再看見 希望大家看見 我們下週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